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站这 站这 我就是表达 我见到偶像真的是特别激动 那我们言归正传 来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 大家好 我叫赵红亚 来自四川 我是做珠宝销售的 大家以后需要买什么珠宝啊 首饰啊 可以来找我 我肯定给大家特别实惠的价格 我突然之间啊 我突然之间能够理解 他为什么说话的时候摇曳生姿了 是做销售的 你今天向谁告白 我今天是向男朋友于强告白 我希望他不要再这样惩罚我了 我真的很哀悼 我希望他能回到我身边 我想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因为我那天晚上没有回家 他觉得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 你那晚上没回家 上个月八号吧 我的一个哥哥 让我出去帮忙应酬一下 你的亲哥哥 不是 我就是认了一个哥哥 然后我去帮忙应酬一下 说顺便给我接到几个重要客户嘛 然后我就去了 当时我给他说了 他也同意 晚上吃完饭 车坏了 我跟他说了 我说车坏了 今晚可能回不来 谁的车坏了 就是 陈哥的车坏 对 陈哥 然后当时他特别 太哥特别好 觉得说那行 你在外面好好照顾自己啊 第二天我回 那时候我男朋友 把所有东西都收走了 我到处找不到他的东西 找不到他的人 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亲爱的 你在哪呢 他告诉我 咱不要再联系呢 咱分手吧 我说为什么 他在我那里 你自己想 以后不要再找我 我就想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三连的感情 他能说分手就分手 所以你想不通 他为什么会 离开我 不死而别是吧 是 那结果那些客户 在跟你酒桌上的时候 有没有人做出过 对你不尊重的行为 有没有 有 有 以往这样的情况 多吗 在酒桌上的应酬的时候 有没有 我虽然出去应酬 回答我 多不多 好 你为什么要忍 因为我是干销售的 客户对我来说 真的特别重要 就是为了钱和业绩 是这个意思吧 我并不想大家看得这么轻浮 我做事有底线的 对 有些钱是可以振 有些钱是不能振 我自己信 很清楚 我愿意相信 其实生活当中 有一些女人是怎样 她为了打开局面 她会忍气纷生 她表面上看上去风尘 但是却有内心真实的底线 接下来我就不问了 给她拿点纸来 来 即便是今天伤心地来到这 也是精心打扮了一番 其实没有男人 不喜欢千娇百妹的女人 但是很少有男人 愿意娶这样的女人为妻 其实今天你一上来 你跟涂雷老师讲话的过程 他有这个铝头发的动作 说难听点 如果我见到一个女孩这样 会觉得这个女孩比较轻浮 所以说我想这种状态 被男朋友常年的看在眼里 那哪个男人能吃得消 受得了呢 虽然你说这个歌对你来说 只是在业务上的一个帮助 可是抛开业务来说的话 其实它在你生活中 还是蛮重要的 因为它毕竟跟你的经济挂钩 但作为你的男朋友来说的话 它会很在意 从你刚才的话语说出来 我觉得你说的只是一面之词 有可能你之前 也做了很多 他伤害他的事情 他可能不说 憋在心里 那天找了一个爆发点 爆发出来永远地离开你 这个男人肯定是非常爱你的 否则三年有很多的机会离开 为什么偏偏在那一次 他离开了 因为他心中一定充满着疑问 车坏了 那个人的车坏了 你就不回家了 你不能打车呀 因为我是在大连 然后我们吃饭在沈阳 其实挺远的 然后其实要是他真的是不高兴 我肯定想往事后会回呢 问题是他啥都不说 所以他差一个解释 他一定会来 我相信可能来 他就其实给你机会 也给他自己的机会 把握好这次机会 所以你觉得我现在跟你聊了这么多 我们讨论这么多之后 你大概应该知道 你的男朋友为什么走了 就这些都这些事要不是一股脑子点出来的话 他不会觉得有这么严重 他平时会想反正我也没干什么 我不过是在逢场做戏 我男朋友其实好支持我工作 就有时候我在外面应手 他会在外面等我 然后借我回去 一次两次可以 常年累月不可以 你不相信问问现在在场的男人 一次两次试试你这样的工作 在门口等着你应手完回来之后 带你回家给你醒酒 是可以的 但三次四次天天闻着这样的酒味 在想到你在酒桌上的那种忍辱吞声 和有可能遭遇的危险 你问问在场的男人 有几个人做得了的 有的话请举起手 多谢 听明白没有 所以姑娘今天在你告白之前 不管他来或不来 我一定要告诉你 否则的话他来了 也是白了